春秋鼎盛 轮源投顾109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0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春秋鼎盛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轮源投顾的首席分析师王春胜老师 老师您好 桂花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 昨天晚上美股市开高走低 费半是大跌了三个百分点 台北股市今天是开低在排名下震荡 中场是下跌了425点 指数说在20870 成交量是4045亿 请教一下春胜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好在减盘之前 先预祝各位投资人 父亲节快乐 今天刚好是8月8号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日本 这一次不是升息吗 从上礼拜升息之后 全球金融就开始动荡 对不对 那日元也强力升值 那接下来 日经225指数的部分 还大跌 前天还大跌了将近5000点 但是这两天 已经把他收复回来了 把他收复回来 那早盘呢 因为美国昨天又跌 所以他下跌将近900点 不过盘中又翻红了 是代表什么 日本央行在安抚市场 说金融环境在不稳定之下 他不会再继续升息了 那现在大家 就会感受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我跟大家讲的部分是说 日元的套利交易啊 到目前为止啊 平仓的只有一半而已 还有将近一半还没平仓啊 是哦 如果大家一直在预期啊 日币日本央行部分还在升息的话 那套利交易就会更紧张 从全球抽的资金啊 就会更重啊 那昨天老师在节目中有跟大家讲 什么叫日元套利 就是很简单嘛 我就借日币嘛 对不对 日币啊 原本是零利率的 那现在已经升到多少 0.25%了嘛 所以啊 你以前存日币啊 没有利息 那现在是要有利息的 那相对的你借日币的利息 是不是在网上加上去 是 那在网上加下去的结果的话 你借日元是不是利息负担变重了 那接下来 日元又在走升 那走升的状况是这样 你不是又要负担这一块的汇差 那就是双重嘛 对不对 扒了两次平 那扒了两次平 投资朋友会怎样 我 我借钱嘛 国外的资产 这些风险净资产 譬如说是买股票好了 我是不是要赶快买回来 是 然后赶快卖掉嘛 对不对 把钱拿回来 那买基金的部分也是一样嘛 所以啊 就日本这样就是从全球开始抽资金 所以啊 又遇到了什么 美国啊 上上礼拜的部分 你看就业市场不好 对不对 失业率往上升加到4.3% 但是4.3% 还是处于他的历史低档啊 所以啊 大家都过度反应了 嗯 昨天啊 美国啊 财政部啊 继续飙售 他的公债的部分啊 那公债飙售的状况 不理想 所以啊 公债殖利率在往上 那代表什么 公债没人要赢嘛 对 公债价格跟啊 他的殖利率乘反比的吧 如果殖利率往上 代表公债没有人要啊 没有人要的话就减价 还要飙售嘛 对不对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市场又开始在紧张了 殖利率怎么又弹起来了啊 那恐慌指数的部分啊 我们继续看啊 恐慌指数的部分啊 8月5号啊 非常的厉害啊 冲到37.1%啊 但是啊 近三个交易载已经连续在往下降了啊 已经降了将近30%以上了哦 那代表什么 恐慌情绪开始慢慢的回复 但是啊 投资人信心还是不够的啦 所以昨天美国啊 科技股啊 再继续啊 被抛售 然后我们看一下 费半的部分跌了3% 那纳斯达克跌了1%多啊 都在砍 那这样子一砍的话 状况之下 跟台股是不是最有关系 因为台股啊 70%都是电子股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盘中又在杀了 那杀的状况之下 大家一定先看什么 全职股嘛 你看台积电 今天跌了24块啊 跌了2.61% 那鸿海部分啊 跌了7块 跌了比较重啊 4.11% 那鸿海最近在干嘛 在震荡足底啊 继续清洗这些福尔啦 大家注意看一下 农资的水位部分 大概8万多张嘛 所以啊 大家就想要把他杀 可是最近杀都没有杀出来啦 是 那零发克的部分的话 今天的继续啊 啊 今天又跌了35块 昨天大涨 对不对 那前天还亮灯涨停板 对不对 那今天回档了 大概3%左右啊 但是啊 他持续在年限制上啊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啊 哎 桂花你听过 嗯 六狗理论吗 哎 我每天都六狗欸 但是什么是六狗理论 我还不知道欸 哦 六狗理论很简单来讲 他是个德国股神啦 嗯 他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啊 你主人是不是遛狗的时候 是牵着狗 对 狗再怎么跑 终究还是要回到你身边嘛 对不对 不是人跟着狗跑嘛 对不对 那相对的在 经济实质的状况之下 你看哦 你基本的状况啊 你公司如果一直很赚钱 EPS是往上高的 对不对 那你公司的股价 有可能跟你的 应该说基本面偏离太大吗 不会 都还是在 掌控的范围内 一定在一个范围内嘛 只是说 近啊 跟六狗一样 就是近跟远的关系嘛 对不对 那对股市来讲就是怎样 股价冲高 还是往下跌 对不对 但是啊 你要注意一下 最终还是会回到 他合理的价格啊 是 那合理的价格是怎样 你六狗的时候 嗯 狗应该 距离你大概多少 是比较适当的 那现在的话 如果偏离太多的话 他最终还是会回来啊 所以这个理论啊 是非常的厉害啊 哦 非常的能够振奋人心 因为啊 股价常常超涨超跌 那 如果他们偏离 基本面太多了 是不是就会修正回档 对不对 那如果跌太多了呢 是不是就要反弹起来 是的 所以啊 老师在这边跟大家讲啊 投资有三个概念心法 非常简单 第一个 公司的股价是 反映公司 未来的前景啊 股票的公司 好的公司才有好的股价啊 所以啊 现在你看啊 股价一直在那边 很低了 嗯 长期在10块钱以下面额的 然后又不赚钱了 这种股票 哇你敢买吗 不敢 对 你不敢吗 因为 是 体质就不好嘛 对不对 那反映出来就是 价格嘛 就不好 那接下来呢 财务数字啊 就是印证方向 印证什么的方向 公司 云运方针的方向 对还是错 公司的云运方针 如果是对的 经营成果一定要获利 如果没有获利的话 就是要去修改 营运方针 这就是高阶主管的责任了 那接下来呢 筹码的变化 是决定涨势的久远 千张大户的筹码 是决定股票 什么时候要涨 什么时候要跌 所以我们选股的逻辑 非常简单 就是第一个 我们先过滤财报数字 如果一直亏损 一直亏损 一直亏损 又没有转机了 我们就先把它pass过去 先不看它 接下来我们来看筹码集中度 筹码很重要啊 我们看大股东 董监事 高阶主管 内部人 这些公司的人员 我们是不是对公司的情况 最了解 如果他们对公司 相信力非常好 而且看好公司 会不会乱卖股票 不会 不会嘛 对不对 那我们再从这里面 再挑出千张大户索码标股 这样一来 我们赚钱的几率就大幅提升 是的 想要稳稳的赚 一定要跟着我们的春胜老师 春胜老师是专门从财报 还有筹码集中度去挑选标股 想要领先卡位 一定要把握机会来跟上 接下来大盘指数 还有什么特别要留意的地方吗 请教一下春胜老师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的大盘 虽然跌了425点 对不对 但是光台积电就贡献了193点 扣掉台积电的话 大盘跌了232 那另外的部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贵买指数盘中又翻红了 是 所以今天中小型股 事实上是比较活泼的 但是他跌的幅度 就没有大盘那么壮 所以OTC今天只跌多少 0.15% 大盘跌了2% 但是同样的 两个市场里面 成交量都下缩了 一个是4045亿 一个是1022亿 但是两个加起来 是在5000亿以上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说 市场的成交量怎么不见了 那特别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到 今天涨停的加速将近26加 那跌停还有8加 上涨的加速590加 下跌将近1500加 所以下跌的加速是明显多于 上涨加速将近2倍 所以今天跌的非常有感 但是你需要在这个时间 继续恐慌吗 不用嘛 对 老师刚刚特别讲的六国理论嘛 对不对 如果现在你还在恐慌 还在杀的话 你非常有可能 砍在我们所说的阿呆股 嗯 那你都明明知道 它跌升必反弹起来嘛 对不对 那有弹起来的时候 你手中的股票应该怎么做呢 嗯 非常简单嘛 就是 太弱流强 对 强势的股票就是会先涨 那这一波的话 弹起来大盘先指纹的绝对是谁 嗯 全值股嘛 对啊 那接下来是什么 业绩这些是机优股嘛 那后半段才是什么 之前超跌的 要 要赌涨的嘛 的股票嘛 所以啊 它是有tempo的啊 所以啊 大家特别留意哦 赶快跟上我们的操作 好的 谢谢老师 现阶段选股才是重点哦 趋势做对做错 真的会差很多 认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把握机会利用我们今天的特别优惠活动 霸气十足的特别专案 把时间留给自己 专业交给春生老师 是我们年度最大的一个优惠活动哦 想要享受最大的一个折扣的话 赶快把握机会来加入 进一部内容可以留意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危机入市才是你最大一个机会哦 重点是要赶进场布局 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 认同老师的操作 想要复制春生老师之前 红海一张大赚十万块的成功模式 欢迎你利用我们今天霸气十足 特别专案活动 跟着春生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 这是我们年度最大一个优惠活动 会员是全面买三送六再加一 现在加入再加码神秘好礼 让你好礼三选一哦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反败为胜 赶快把握机会来跟上 来电报名电话是02-7725-1377 02-7725-1377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行情是不等人的 想要布局八月份的起掌标股的话 赶快把握机会来跟上 02-7725-1377 02-7725-1377 另外想要了解活动内容 你也可以加入春生老师的 Live的账号来做咨询 Live的ID是小老鼠小写的A1377 小老鼠小写的A1377 Telegram账号是小老鼠小写的A 02-7725-1377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轮延头顾的王春盛老师 新阶段选古才是重点 趋势做对做错真的会差很多 接下来想要掌握鸿海三支五波 到底会涨到哪里 还有哪一些鸿海的数据 可以加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春盛老师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鸿海的部分 那鸿海的短线这边在这 刚刚已经有讲了嘛 在震荡足底 而且在清洗浮荷 因为融资现在比较高嘛 8万多张嘛 总是要清洗一些浮荷掉嘛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大家对它的认同度太高了 大家都知道说下半年一定好 对不对?所以大家都会想要去买 但是一买的话 你觉得主力、外资 会希望帮你抬轿吗? 不会 会不希望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现在就是说 市场认同度真的太高 因为鸿海真的是一只好股票 好 那但是啊 它短线啊 震荡足底 先把这一些啊 意志不坚的符合先洗掉 那洗完之后 再来啦 这样才能够走得更长远哦 我们先看一下 鸿海啊 我们先来预估一下啊 从外资的资料啊 今年EPS啊 大概是12块钱左右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盘7月份本益比 大概23倍左右 所以两个一成 它的合理价是不是276块 那大摩在这一块啊 他之前就调升 他目标价来到270块 乐观一点的上看375 但是乐观上看375 不是今年啦 是某年哦 要记得哦 那我们这一波啊 鸿海从138 4月中旬开始做起 那大家注意一下 在7月2号的时候 他是不是除息5.4块 所以成本变为多少 133块嘛 那今天收盘163.5啊 波段啊 获利持续续给他报下去啦 那之前呢 比较啊 就说成本比这个133高的部分 我们陆陆续续啊 在三支三坡主身段的时候 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啊 逢高的获利在出啦 那中间有回档 我们也有加码啊 但是啊 我们最后一次啊 大清仓什么时候 嗯 就是7月9号 那一天啊 冲到他最高点啊 今年的最高234.5 而且是除息之后 对 那所以你可以很简单清楚来看的嘛 如果他从133啊 冲到234.5 波段获利多少 哇 76% 是非常的高嘛 对不对 那你一张就赚了10万块啦 10张就赚了100万啦 非常清楚嘛 那这一波呢 我们在高点之后 卖掉之后 是不是有直接 是 下来 我们就分批来接嘛 对不对 那昨天 我们是不是 有跟大家讲 我们礼拜二的时候 接到最低点 对 所以今天即使回档下来 只是在测前提啊 有破吗 也完全没有破啊 所以不用紧张 因为我们还有子弹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投资的部分啊 一定会控制好我们的什么 嗯 现金跟持股比率嘛 对不对 那如果盘事不好的部分的话 我们的现金准位就会拉高 那盘事好的部分 我们才会一直再去加码的部分嘛 而且我们买了啊 只是红海一支吗 不会嘛 我们做一个资产的配置 来做一个分散嘛 但是老师要在这边跟大家讲啊 尽量找开杠杆啊 嗯 你用融资的话 如果集续啊 连续这样子杀下来的话 你会受不了 就像前几天你看 这两天啊 融资啊 的余额啊 是不是大减了500多亿 嗯 就杀得非常清楚嘛 不不 不只是说你这边当冲的 做错边啊 被违约交割 那你融资的部分也会面临啊 保证金不够的状况之下 随时都要补钱嘛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老师跟大家讲 你就是最好的方式 就是用现股来操作 因为你看 洪海你明明看到下半年会非常好 而且 7月份成绩单也交出来给大家看了 7月份营收多少 5724亿啊 跟去年比起来啊 成长了1000多亿啊 增加1000多亿了 年成长22% 你说他是好还是不好 嗯好 很好嘛 对不对 1000多亿啊 而且之前啊 一个顺口6 嗯 五穷6绝7上吊 就是在讲电子业嘛 对不对 那今年有发生吗 没有 没有嘛 所以你看啊 他比6月营收还是大幅成长 16% 所以大家特别留意啊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成长 那短期股价震荡是很正常的 特别是啊 国外经济其实随时都因为有可能 譬如说哦 之前政治面的 川普要我们交保护费 有没有 就是大跌 是 那但是这是非经济因素的嘛 但是啊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实际的经济因素的部分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鸿海 他下半年会不会越来越好 嗯 如果他会越来越好 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是应该要好好的把握 他有低点的时间啊 赶快加码买进吧 对不对 那最重要的是怎样 嗯 他7月份啊 大家特别注意啊 他四大产品类别里面啊 跟上一个月就是6月份来比较的话 成长最多的是什么 消费智能 消费智能就是 嗯 iPhone16啦 拉货潮开始了 对不对 而且你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富士康那边 对不对 嗯 是不是在招工 是的 大量的招工啊 光报纸写啊 7月份啊 新进的员工就 多达5万人了 哇 5万多 多可怕 真的 而且还给基地奖金 哇 对不对 这就是响应的 苹果的拉货潮 那苹果这一次 为什么会拉的这么凶呢 大家想一下 之前的 iPhone15 14、13、12这些 有AI的功能吗 没有嘛 那只有iPhone16之后 会有AI的功能 那iPhone15的部分 只有部分的基款有而已 比较高阶的有 那所以啊 很容易造成这一波的换基潮 那换基潮一来的话 是不是都是 啊 鸿海这些组装也要 加班 加顶啊 那接下来呢 他除了这样之外 AI伺服器的部分 大家想一下 GP200 第三季末 第四季要开始大量出货了嘛 那现在市场是不是传出了一些杂音 说一下子说晶片有问题 一下子又是说 散热有问题 组装有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 是不是还有时间可以去处理 而且老师要跟大家讲啊 GP200的部分 出货最大量 绝对是在什么时候 明年 因为明年有整整四个季度 让他去出货嘛 那中间 产品有问题 都可以去修嘛 那鸿海 AI伺服器这一块 他参与的 不只是只有组装而已 他还有什么 GPU模板 还有基板 还有交换器 特别交换器这一块 他的产量 这个量能的部分的话 是整体AI的7倍 AI伺服器的7倍 所以 鸿海光组装 包括他还有一些系统 机柜 然后异能系统这些 他各个零件 他都有参与 所以他旗下一些相关企业 子公司的部分 都是会获利的 而且大家特别想 NVL 36的部分 一个机柜 就要180万美金 NVL 72部分 要300万美金 这一些是冲高他的营收 但是利润从哪里来 就是老师刚刚讲的 这些零组件来赚 而且 8月14就是下礼拜 3 那鸿海要法说会 要公告 第二季 他赚多少钱 但是我们可以事先预计 是 因为FII 他的工业复联 已经告诉我们了 他今年上半年营收成长28% 那增加了593亿 这是人民币 那利润的部分呢 成长了22% 而且是创他公司上市以来的 同期新高的部分 所以短期的股价下跌 不会改变我们产业的趋势 AI的应用也不会停下来 鸿海下半年的成绩 第一张出来了 小考的成绩出来了 是不是优于6月了 是不是优于上半年 那接下来会陆陆续续的 发表给大家看哦 那赶快跟上我们早上来操作 好的 谢谢老师 现这段选股才是重点 接下来鸿海的发展呢 是非常明确的 想要掌握鸿海三支五波 这段的波段获利的话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春胜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 让我们一起来复制之前鸿海 一张大赚十万块的成功模式哦 今天我们还特别推出 霸气十足的特别专案活动 把专业交给春胜老师 把时间留给自己 这是我们年度最大的一个折扣优惠 想要知道内容的话 欢迎你留意我们稍后的 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轮延投顾的王春胜老师 谢谢桂花 祝各位听众操作顺利 拜拜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 现阶段要反败为生的关键 一定要集中资金 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 想要复制鸿海一张大赚十万块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 利用我们今天88节 霸气十足的特别专案 跟着春胜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 这是我们年度最大的一个折扣优惠活动 会员是全面买三送六再加一 现在加入再加码神秘好礼 赶快把握机会来跟上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 0277251377 0277251377 接下来想要布局8月份起掌标股的话 赶快把握机会来加入 0277251377 0277251377 想要了解活动内容 你也可以加入春胜老师的Lite账号来做咨询 Lite的ID是小老鼠小写的A1377 小老鼠小写的A1377 Telegram账号是小老鼠小写的A0277251377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隐线的A1372513 这下语线的A1372513 这下语线的A1372513